太阳乘上来 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那这些天呢 节目在这个开始播出的时候 采取首播方式跟过去有点不一样 当然我也希望提早预告告诉大家呢 在今天的经纬点评有什么重点 那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表达您的观点 那回头来讲今天想跟各位来谈到的一个是呢 2025年的中美关系 话说这个2025年的拜登政府下台这件事情 是板上钉钉 不管是什么布林肯 沙利文 肯定失业 这也不在话下 那拜登主义对华政策的这种 坦白讲就是死残烂打 搞意识形态 是不是要翻篇的 因为实际上大家知道拜登上台之后呢 他打这个对华战略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不对 就是一火东一火西 你也不知道他不是很明确 但他搞的一种意识形态 拉盟友对华强硬 军事外交经济 他什么都来 对不对 但是就始终让你啊 这个很难去跟他沟通交流 那话说呢 实际上呢 在去年的11月15号啊 习近平啊 访问美国加州啊 在这个旧金山呢 斐罗利这个庄园呢 跟这个拜登见面 两人是相谈甚欢啊 因为谈了四个多钟头 第一 那第二呢 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拜登啊 亲自送习近平上车 两个人四手相握啊 那种啊 就是说啊 老友啊 这个下次见 下次见啊 这个然后呢 就那个了啊 就就再见回家了 那但是啊 实际上呢 现在美国啊 在这个拜登即将卸任啊 这个白宫记者啊 这个媒体啊 就追问啊 白宫发言人说 这个历届美国总统啊 都访华 对不对 对中美关系 因为中美中国越来越大 中美关系 是美国外交上的 也是重点国家嘛 重点国家 那为什么拜登啊 任期都快结束啊 还没去中国访问 当然啊 这个发言人就 这个马上凹嘛 就说哎呀 他们两个这个都有联络啊 这个不管打电话 见面 你看去年11月也见啊 什么什么 但那个不一样 感觉是不一样的 各位必须理解啊 中美关系啊 元首互访 任何国家啦 这是一个外交礼仪哦 元首互访 这是一个外交礼仪哈 不管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但是外交互访 那是一定要的哈 所以当年啊 第一时间 这个中美在建交之前 1972年的2月21 尼克松访华 那当然呢 到了福特1975年呢 美国总统访华 到1979年建交 实际上中美的高层啊 互动非常频繁的啊 什么邓小平访美啊 什么来来去去 到1984年 美国总统里根啊 这个 讲起来他是个大右派啊 这个里根是非常非常右的人啊 虽然是好莱坞电影明星啊 人家可是 这个算是共和党中的 这个偏右派 没有到极右派啊 他居然呢 1984年也访华 对不对 虽然那个时候打美术冷战啊 当然还是 中国在战略上也是很重要啊 访华 好了 你看那个老布什 1989年2月 也访华 克林顿1998年 这个美国总统克林顿 也访华 到小布什的时候呢 那更勤快啊 2021年 2023年 2025年 2028年 他来了四次 访华啊 那更不要说到2009年 2014年 还有2016年 欧巴马访华啊 这个 来一次 那个算礼貌 来三次算热情啊 对不对 你看他小布什来四次啊 来四次啊 那最重要呢 实际上在这些发展的过程中啊 看得出来中美元首外交至关重要 但 拜登到现在 没动静啊 当然啊 也有人说 他现在 可来可不来啦 因为这个G7峰会 今年召开的时候呢 原定据说啊 他是跟中方已经啊 在瞧时间 但后来去日本开会 本来说日本开会 顺便访华 或者访完华去G7开会 但是啊 后来啊 听说美方啊 又改变形成 对不对 那当然呢 拜登说什么国会 什么那个财政预算案 举债上线 要赶回去 跟国会去瞧这个协商 对不对 各位应该记得那件事 什么巴普亚 新几内亚也没去了 然后日本完就跑了 实际上 这个看得出来 就是拜登政府 现在的问题就是 对华政策 他自己好像也 第一好像 抓不到重点啊 他们自己可能也很困扰 譬如说 你想对华强硬 那怎么强呢 那你说对华要如何如何 他又没有如何如何 所以呢 这个来不来都没关系啦 反正不到六个月啊 他叫毕业 来也算毕业旅行嘛 对不对 你说他现在跟中国 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没用啊 明年1月20号之后 换人了嘛 那当然特朗普跟贺锦丽啊 现在厮杀的非常厉害啊 但是也不能低估啊 这个特朗普啊 后进啊 在选举的最后啊 还会有一些啊 这个表现啊 可能会超越贺锦丽 他也可能跟上一届一样 选民票少 但选举人票多 对不对 人家还是当总统啊 这个再上一届不是 这上一届上一届是 这个拜登赢了哈 所以整体来看呢 选举啊 美国选举跟一般选举不一样 不是寄选民票 谁多 谁当总统 还要考虑选举人票 这一周是不是你痛吃 所以你现在看的民调 好像特朗普落后 他就肯定输吗 那倒未必啊 你要看了解 美国的选举制度啊 你会觉得 还要观望观望 还要看看啊 好 那贺锦丽当然现在是因为 美国有那种英雄主义嘛 我们呢 要是能够送一个女性亚非伊 进国会 在历史上 他讲起来跟孙子说啊 当年啊 美国第一个女总统 是我投他一票的 不然他怎么能进国会 进白宫了 怎么能进白宫 所以啊 这种美国英雄主义啊 从看好莱坞电影就知道 那个男主角中了八枪 还能跑得快得很 才怪 对不对 平常啊 真人要是中了一枪 那马上躺地上哀哀叫啊 动都不能动啊 所以啊 就看得出来的 这种就是 美国现在的政坛啊 就是一片乱啊 外交政策基本呢 现在是按兵不动啊 当然也怕他有一些 惊人之举啊 但对华部分 我个人观察了 美国现在对华呢 先不在优先项目上 他一定有所谓 就是 告别演出啊 优先顺序 以色列以巴 可能是一个重点 这两天 以色列跟真主党 要开打了 对不对 这个真开打 我告诉你 噩梦啊 美国绝对被卷入 美国现在一定跟以色列说 你千万不能 开两个战场啊 这个美国一定进来 俄罗斯也跑不掉嘛 因为伊朗跟俄罗斯的关系 那中国的促和 归零 这个局很乱了 这个局很乱 他现在只要在 一月二十号之前 让以色列跟真主党别打 然后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 停火 功德无量 中国来不来无所谓 真的 我讲真的 就算他现在来中国 信誓旦旦 对不对 拍胸脯保证 讲了一大堆 对不起 通通再见 但也看得出来 中国的外交高层啊 现在已经应该有一个对策小组 就是说2025年 中美关系 中国在外交上 要怎么打这张牌 已经有蛛丝马鸡啊 前两天老挝 对不对 东盟峰会 你看那个王毅的讲话 跟布林肯 跟过去不一样啊 过去呢 中国啊 比较礼仪之邦嘛 讲话呢 都暗示啊 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啊 什么讲的都 都绕了弯讲 这一次讲明啊 就指着美国就说啊 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是很罕见 在外交上 非常罕见啊 那这个 这个中国跟美国之间 这个打交道久了 那王毅是老经验啊 对不对 怎么对付美国这些外交官 每个来啊去 那交手的人多了 那布林肯也只是这一波 那1月20号之后 又换一波人来啊 那不管特朗普 或贺锦丽 他们将来的国务卿 不可能是布林肯的 对不对 帮他在旁边 出谋划策的人 另有其人啊 也可能是一个强硬派 也可能是一个 比较 哎 清华派啊 这个很难讲 在外交场上 哪有永远的敌人 当年呢 拉中抗输 那是多么不可能的一件事 跌破多少人眼镜 拉中国对抗苏联 这个 基辛格想到的吗 出的点子吗 对不对 尼克松说 来来来 咱们就只能这样干啊 就还真做了 拉中抗输 所以这个 任何国际场上啊 也没永远的敌人 也没永远的朋友 但是看得出来啊 这个在2025年之后呢 当然我现在个人观察 我觉得不能低估啊 特朗普上台的可能性 还蛮大的啊 因为 这个贺锦丽 虽然是第一个女总统啊 这个如何又如何啊 但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包袱 虽然他没有参与这个核心嘛 对不对啊 但是他毕竟是民主党 有这种拜登的风格啊 如果以过去总统啊 一个党做两届 贺锦丽上台呢 当然会延续拜登的对华政策啊 那还是 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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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得你呢 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打交道啊 那但是呢 特朗普上台之后呢 我个人认为在中美关系上 还是 斗而不破啊 但是呢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上 基本上现在看得出来 他的大选的时候 政治诉求嘛 就是民粹主义啊 那对华政策 一定叫经济民粹主义 简单的说就是呢 美国利益最大化啊 美国利益最大化 绕来绕去 不离开的就是一个钱啊 就是钱啊 对不对 他不是国土 也不是什么外交地位啊 或是我讲话 别人听不听我 no 他要的不是这个 他很现实 务实 钱 对不对 我跟中国之间 我有没有利益最大化 这个很简单啊 大概不会像过去围绕那种意识形态 打转 对不对 因为美国现在拜登政府在打那个意识形态战啊 就是 新冷战嘛 什么我这边一大挂 你那边一大挂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就搞什么 我是自由民主 你是共产什么 反正又那种老掉牙的东西 你知道又来了啊 因为你搞那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呢 这个这个是那个界限啊 是很模糊的 你很难说 你是这个这个自由派 什么民主 因为讲到民主啊 各位必须理解啊 这个民主 民主啊 实际上美国啊 在二战之后啊 他所谓支持的民主是 叫做听话的民主 对不对 你这个国家听我话 所以呢 这个我就可以睁之眼闭之眼 所以你看那时候 亚洲出现一大堆威权统治嘛 什么韩国 台湾 菲律宾 什么泰国 一大堆国家都是这样 威权统治 对不对 干多久干多久 你知道你听我美国话 可是你民主啊 理论上是民主国家 民选啊 但候选人就一个 那你这个你说 这个能不当选吗 那有什么差别 但是美国那时候就不管呢 美国那时候从来没有说 你们这些国家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选总统 他就不会问 他就会说 大大的好啊 大大的好啊 有投票 有民主啊 有举手啊 对就这样啊 所以啊 这个美国的 这个意识形态 那个是很可怕 但我认为特朗普上来之后呢 中美问题单纯化 对不对 其实中美贸易啊 我觉得搞定 中美没矛盾 中国对于经济 中国这个能力很强啦 中美贸易搞定 那换句话讲 中美之间就没有矛盾 实际上不止现在 这个局势的不稳定啊 让中国感到 必须成立一个对策小组 实际上你看最近 很多国家的元首啊 频频访华 那个是代表什么 他们也很惶恐啊 诚惶诚恐啊 现在的世界局势变化之快啊 那个已经有一些国家领导人都不知道 下一步啊 该怎么走 对不对 意大利的总理 对美洛尼 那是一个大右派啊 基本上退出一带一路之后 跟着美国跟欧盟的脚步 一步一趋 这两天来划访问啊 对不对 谈什么呢 他实际上谈什么不重要 对不对 什么三年计划 什么三年合作 最重要 要探探口风 表表态 对不对 这个都很重要 你想那个还有波兰总统 对不对 杜达 波兰是跟着美国的跑得很快的 他也来华访问 干嘛 也要稍稍跟中国啊 这个沟通沟通 理解理解 了解了解 大家呢 免得将来呢 这个不好说话啊 但是匈牙利的那个不用说欧尔班啊 他基本上呢 跟对华关系是很紧密的 因为很多国家担心呢 特朗普上来之后呢 可能跟中国的关系啊 变成和缓 对不对 那原来跟着拜登政府对华强硬的这些政府呢 那他不傻眼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现在也来啊 走动走动 改天的万一特朗普执政 中美关系和缓 他们也会说 哎呀 这个跟中国关系我们是很好的 我去过中国好几次啊 对不对 你看那个梅洛尼 这一次呢 打的是什么 这个叫亲情牌 他来华访问啊 把女儿都带上 对不对 他不可能没有保姆嘛 对不对 带着女儿来 让所有的这个 这个等于算是中国的这个民众啊 觉得说你看这个总理啊 真是一个好妈妈 啊 这个走到哪里呢 还带着她的女儿啊 这个出行 打一点温情牌 别搞得一副就事啊 好像要来打架 对不对 那当然呢 这个女儿呢 也能促进这个中意外交呢 也算是一个棋子啊 就像有的时候 比如说领导人出访 夫人随行 这个夫人呢 是有外交行程的 那这次这个梅洛尼的女儿来呢 也会给她安排一些呢 跟小朋友互动啊 什么对不对 这个拉近 中国跟意大利之间的关系 这也看得出来 在特朗普执政之后的事件 会起到极大的改变啊 那当然呢 这个以特朗普 大家比较担心的 就是说他这个过去啊 口无责任啊 这个讲大话 什么干嘛干嘛的啊 大家很担忧啊 那会不会有一些变数 但是也不需要太担心是 美国基本上啊 他还是有一个政权啊 三权分立嘛 那国会对这个行政机构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钳制作用啊 而且国会里面有很多民主党 那对这个共和党的 这个特朗普来说呢 还会有一点自走啊 不至于呢 他就豁出去乱搞一通啊 那还不至于嘛 对不对 那第二呢 另外来讲呢 这个还有整个官僚体制还在 这个往往选举都是换官不换利啊 那个利都还在 那该干嘛干嘛啊 所以呢 这个特朗普对华政策 如果上来之后 大概会声音很大啊 但是不至于啊脱续 就是说这个突然不知道去哪里啊 这个不知道干什么啊 不会不至于啊 但是对中国来讲啊 现在呢 这个也是让人啊 这个必须特别要留意的是 因为我最近跟一个国内刚刚旅行回来的朋友聊到 中国的经济的时候 他的这个说法说这个 大家对中国经济是持的比较担忧的这个心理啊 现在看中国经济 当然呢 如果就表面上来看啊 那个数字啊 还有那个感觉啊 好像不像以往 但是也不能否认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 中国正在不断的调整 他的经济结构 足以去面对啊 这个外部的挑战跟压力啊 这一点是必须的 那中国可不可能闭关锁国 那是不可能的啦 对不对 你听那些人呢 这个讲的有点好像啊 这个挺吓人的 中国是一个出口导向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面对世界那是不会改变的 那当然经济在疫情之后啊 全球经济的这个衰弱 也拖累了中国的经济啊 那当然中国经济本身因为过去快速增长 存在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住房问题咯 房屋的问题咯 产能的问题咯 这个就业率的问题咯 其实任何国家都有问题 但是不要担心 你把经济啊 要看成是皮球 皮球各位拍过皮球 对不对 皮球掉到地上的时候 它会弹起来 经济你去看 你去看那个全世界各国的经济 走势 都是懂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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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走 它就是像一个到谷底 然后就反弹上来 又到谷底 它有个周期性 房地产也一样啊 我曾经看过新西兰的房地产啊 周期率 当然现在可能不一定那么准啊 那之前你又买房之后看过 它12年一个周期 很规律 但是跟全球经济有一定关系啊 差不多10年到12年 一个周期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这个感觉 大概有特别留意啊 如果做这个 比如说股票啊 投资房地产啊 或做生意的朋友 大概你就会注意到 12年一个周期 到不景气 很差很差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到好好的不得了的时候 又东东东东东东东下来了啊 所以呢 到现在这个周期来看呢 这个一周一周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啊 要开始往上走 因为疫情这些利空因素啊 都出境了 对不对 什么战争啊 疾病啊 地缘政治的纷乱啊 到2025年 这个利空走近的时候 就开始利多了嘛 所以呢 这个中国现在 这一个阶段 大家不要恐慌 说哎呀怎么办 怎么对付美国啊 我们的经济不好啊 No 不会不好 只是周期 等到各位 全世界啊 都能开始复苏的时候 大量的订单来了 你能不好吗 对不对 有产能获胜的问题吗 没啦 中国现在电动汽车 在非洲卖的 吓吓叫啊 在欧洲 可真关税 有什么关系 所以呢 我们还是老话一句啊 不管局势怎么变化 我们要有信心 逆境啊 当顺境过 中国的经济呢 非常的大 当然我们也对 中国现在的整个经济政策呢 还是蛮有信心的 一步一步向上走了 对不对 那当然呢 任何国家 你回头去看 都有存在这些什么 失业率的问题 住房 房价上涨的问题 对不对啊 那什么这么一大堆问题 就连新西兰的房价 也是 我们都担心年轻一代 怎么能够买得起房子呢 但回想自己年轻的时候 也觉得买不起房子 但也买了啦 所以呢 这个也不必过度担忧 现在我们只要呢 还是老话一句 弄好马步 对不对 做好准备 那管他2025年怎么变化 我们呢 都能游刃有余啊 这两天呢 美国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呢 死咬共和党的副总统啊 接地啊 这个万斯哈 那当然呢 看得出来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特朗普啊 干不了四年啊 那后面呢 就是万斯当总统啊 他当总统 美国完蛋啊 怎么样怎么样 你看选举这种牌都打出来了 你就可想而知啊 现在的竞争 有多激烈啊 但是呢 还是老话一句 我们早做好准备 怕什么嘛 好啊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当然最近来了很多新朋友啊 在下方留言 给我加油支持鼓励 我也希望各位对现金的局势呢 表达您的观点 好吗 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哦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